那这段时间除了比特币疯涨 整个B20生态都在爆火 散户们这边明文打的嗨死了 矿工那边数钱数的也嗨死了 散户这边明文不管是mint还是交易 都让那边矿工赚的盆满钵满 要知道矿工究竟赚了多少钱吗 我们来看一下脸上数据 2023年3月份明文刚刚开始的时候 显为人知的时候 矿工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矿工的收入是7.6亿美金 那手续费的收入只占挖矿总额的2.5% 微乎其微 但是明文经过这几个月短暂的熊市之后 11月6号币安正式上线明文项目ORDI 这彻底把明文的热情给点燃了 这热情燃烧起来不当劲 我们一看这Gas一度飙升到了300多 来看看矿工这边的收入情况 矿工的收入已经高达15.6亿美金 收需费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30% 可以这么说矿工的收益是妥妥的翻倍了 矿工是贼拉乡 散户也是贼拉开心 那在这种情况下外行看热闹 咱们内行要看一下门道 我们今天来一个深度剖析 你说这纯纯的明文炒作背后 这明文到底是什么 到底又没有意义 它还能再活多久呢 欢迎回到加密大片栏频道 关注大片栏财富密码到你家 还是那句话 以下的全部内容都是咱们团队的原创作品 不是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 首先呢来分析一下这个明文B2420爆火的原因 很多人都很好奇 这手里的我上运人买的价值币 什么做defi的做交易所的都没涨 你毫无价值的明文小垃圾 却一下子涨了1万倍 这ORDA一看这没什么用啊 这市值已经到了16亿美金 这上哪说理去 为此大片栏也特意去请教了一些 所谓的币圈大佬 总结了一下B2420爆火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呢是竞争对手太差劲 以太坊生态呢 这会儿还是比较拉垮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以太坊的技术的意志 还没有实际意义的突破 二层网络的牛逼呢是吹的是牛逼哄哄 但是现在来看一秒钟 还不就处理那100笔交易嘛 ZK ROLOF零知识证明技术 嗯 撸空头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要说实际去用啊 以太那边叫狗都不玩 Layer 2 更气人的呢就是这些Layer 2的天王级项目 什么Optimism 一上线人家就是百亿市值啊 散户能参与的时候 已经到高位接盘的时候了 一口汤都喝不到啊 机构呢一边解锁一边卖啊 在交易所里面玩的不易乐乎 根本没有用户的机会 好呢除了竞争对手那边太拉垮 一对比B2420生态还不错是吧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咱们的公平分发机制 太吸引韭菜了 B2420的本质是什么 是无主资产 全民社区共识 文化驱动 狗装来了都要跟散户一起去拼Gas 去打明文拿筹码呀 大家的成本都一样高 谁给的Gas高 谁就能抢到更多的筹码 你说就这公平的精神 是不是特别的吸引散户 第三呢就是所谓明文明文 它最终还是有个比特币价值托底的 明文是个什么资产 它是一段代码加上一个葱 那葱呢又是比特币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个明文呢 最后就算它再不值钱 它里面呢还有BTC一部分呢 还有个葱呢 总而言之以上三点原因呢 可能就是这波明文爆火的表面原因了 那当然了 那这三个原因根本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啊 表示你说的再好听呢 明文还是屁用都没有呀 哈哈 你打过三 你打过三 没有实际的用处 你偶尔爹就算涨到月球去 不就还是个空气壁吗 那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了想还真有啊 经过大漂亮的团队三天三夜的研究 可能找到了事情的真相 那这个所谓的意义呢 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呢叫资产公平发行 资产发行 资产发行是什么 最常见的资产发行呢 就是资产证券化 那资产证券化是指 将某种形式的资产进行汇集 并重新打包成代息证券啊 资产的本金和利率呢 这些都被转化为购买者的证券 那我们熟悉的什么股票啊 债券啊 期货啊 等等 各种资产交易市场 都是资产证券化的产物 每一次的资产证券化 都是金融历史上重大的革命啊 那话说回来 咱们行业之所以诞生 也是因为咱们行业重新定义了 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资产 虚拟资产的确权和发行 换句话说 咱们行业的进步和优化都是围绕着资产发行 这四个字为核心的 那咱们行业呢 其实啊不是第一次搞资产发行了 自从2009年比特币诞生以来 咱们已经经历过六轮资产发行的迭代了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张表啊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就是比特币诞生的时候 比特币呢 在全球拥有最多的去中心化节点 大家都靠贡献算力挖矿货的筹码 所以说踏实 公平的把资产发行给了每一位贡献者啊 那它的创新呢 是历史级别的 而那第二次资产发行的迭代呢 就是21年的时候 21年呢 由于比特币的巨大成功 大家想纷纷模仿 于是呢 出现了山寨币 比如说当时出现了这个莱特币啊 人家也是学比特币 POW挖矿模式 只不过呢 共识做不过比特币 导致节点数量不是太多 整个筹码呢 被几个大庄稼控盘 属于半去中心化 做的没有那么彻底 虽然是想要公平 但实际做出来就没那么公平 而且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刀鸡 狗狗币啊 也是这个阶段的产物 好 那第三轮到什么时候 第三轮迭代呢 是2017年的 ICU大狂潮 那个时候呢 由于1TH这个项目的巨大成功 12320技术被成功验证了 大家开启了发币狂潮啊 纷纷都想做另外一条以太坊出来 那在这个阶段跑出来了什么 TRX啊 BNB链呢 包括我们熟悉的 Selena啊 Polygon啊 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那在这轮里面 用户用自己的比特币和以太坊 去参加私募 做做早期投资获得筹码啊 所以说也算有点公平啊 但是真正的筹码分配呢 还是掌握在项目方手里啊 所以说也只能算个半公平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第四次和第五次 这两次呢 都发生在上轮牛市 也都是由于一期是智能合约的技术落地啊 才带动的这两轮 首先呢 先说20年这个NFT小图片火热 12C721协议带动的 但是呢 你那会想要得到这个NFT可不容易啊 你要跪钱项目方去拿白名单 你才能命他到 否则呢 还是只能去交易所上面买 去接盘 所以说NFT的发行方式呢 也不是特别公平 同年呢 还是defi summer的时代啊 这个时代呢 uni作为代表产物 那这种资产发行呢 也是项目方说了算 但是呢 项目方会给早期用户做做空头啊 那在这种方式下散户呢 也能跟着Lulu空头喝口汤 哎 所以说这种发行方式呢 也叫半公平发行方式 那接下来呢就到今年了啊 今年的这个名文呢 可能是最新一次的资产发行方式变革 去年3月份B2420的出现 它能够趋中心化 无门槛的让散户参与进来 狗庄来了都和散户一样的待遇 这下散户也是第一次真正做到了 由下而上的向上收割资本机构 所以说这个Audinos协议B2420这种资产发行方式 几乎可以说是非常的公平 所以说这波明文爆火本质上的意义是什么 那就是一种全新的公平的资产发行方式 你看看每一轮啊 咱们行业的资产发行迭代 都要火个一年半载的 有的是几乎伴随着整个减半的牛市两年之久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好呢 再来说第二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叫维护比特币网络安全 你想呀B2420爆火 那使得链上的交易费飙升啊 这交易费高了 就可以在今年4月份 比特币区块奖励减半之后 给咱们的矿工多一点收入 多一份保障啊 矿工有了这样的收入 有了这样的利益驱动 也能更好的为咱们比特币网络 提供网络安全服务 好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B2420的爆火呢 带入了大量的新人 也带动了比特币生态的多样性发展 好多人辛辛苦苦炒币炒了好几年 其实从来没有用过比特币钱包 那这一次呢 几乎都是因为打明文才开始注册 比特币钱包的啊 从交易所提现比特币啊 参与比特币链上的交互 比特币网络每个月新增链上 地址数量呢都超过1000万个 你说这比特币生态是不是嗷嗷的涨啊 总而言之 B2420什么明文这种爆火 它的意义远远不只有炒作这么简单 这背后的逻辑呢是又一次的资产发行 它的活跃呢会蔓延到未来一整年的整个牛市 好那既然B2420这么有意义热度还能持续这个一年半载呢 咱们到底该如何参与呢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大漂亮认为没有标准答案啊 我自己总结大概有两种参与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叫筛选优质明文 因为呢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们可以制定两套筛选逻辑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OK钱包呢 unicide官网呢去查看实际的明文排名情况 什么每个明文你的持币地址多少啊 交易量多少啊注册时间多少你社区文化是多少 都可以通过这两个工具查出来 那读取到信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筛选了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第一种啊 就是有潜力的明文 那这种明文呢它需要满足至少四个条件 就是热度高人数多共识墙有上大锁的可能性 咱们可以找那个五六个啊 最终选出那么一两个参与一下就完了 好那这种潜力股呢往往是已经比较贵了啊 如果能上交易所可能会有个三五倍的涨幅 但是如果上不了 那涨幅空间就可能会非常少了 咱上去呢就是个接盘侠了 所以说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呢 就是参与再早期一点的项目啊 这种呢往往比较便宜 运气好的话这个项目约签到下一阶段啊 变成潜力股 那这种的收益也不错啊 那这种类型的明文项目呢叫种子明文 那种种子明文呢也需要满足至少四个条件 那就是早期阶段市值还比较低 故事性也比较强 最好呢还得有个好名字 就比如之前的AVAV啊 这名字起的贼啦好 光听这个名字呢就觉得非常有话题性 是吧那咱就从排名上去找这些种子明文啊 那这种种子项目的排名呢就会比较靠后了 我们要往后找哎你看你巴拉巴拉就比如说这个POP吧 这个POWP 之前呢我参加Trader Space有看到他们社区在做推广啊 就拿这个项目来说吧 他这个项目呢名字起的就还行 POP 那再点开市值和交易量 目前的市值呢只有138万美金啊非常的低 再看看持仓人数 这个数据呢反映的是社区人数 你看哎这个项目就几百人的小社区是吧 非常新人也非常少啊 咱们就可以去社区看看了解一下他其他数据 看看他讲的什么故事 这故事性不性感社区有没有做推广 有没有人在搞事情 进去之后大概也能看到 他们想要去呼吁全球的矿工作为明文生态的主要受益者 你们有义务对咱们行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呢 POWPOWPOP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矿工的力量 你们要捐算力给社区让社区为环保做贡献呢 你们挖矿浪费能源 那你现在要补偿了 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故事啊 好那不管怎样呢 诸如此类的这种小项目呢 我们可以多找几个发现几个有意思的 选择自己喜欢的轻度参与 好那除了以上这个参与别人发行的名文呢 咱们再给一套方案 那就是咱自己去发一个名文 要知道啊 现在这个Odinos协议呢 其实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协议了 自己自学一下就能会啊 如果实在不会 可以求助一下身边的程序员朋友们 发行一个自己喜欢的代码 就比如说你自己的名字啊 发行一个或者是什么网络热词啊 什么老子天下第一啊 什么我骨骼惊奇啊 等等等等都归纳成四个字 直接发行就行了 反正这名文呢 都是全网公平发射 不存在什么项目方 咱想怎么发就怎么发啊 狗装来了 人家都要和咱一起 匹匹盖茨费 漏漏筹码的 好综上所述呢 咱们散户参与名文的方式呢 就两种啊 不管是选别人的那种潜力股项目 还是说自己发一个都要做好 风险控制和仓位管理 我们也都知道啊 现在名文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早期市场 一旦名文最终被时代抛弃 那这些所有的所有 都将变成一地鸡毛 归为尘土一文不值 好那视频的最后呢 不禁感叹 你说咱们区块链行业兜兜转转 已经14年了 还是呢 两大主题 资产发行和资产交易 那最赚钱呢 还是呢 两类人发行方和交易所 虽然呢 咱们行业散户非常苦逼 想去掏一点TRB的资金费率 结果人家套咱本金 想去加杠杆 结果一觉睡醒 价格没变 藏尾没了 想去冲冲土狗 结果钱猫被盗黑客 直接把咱们的本金一锅端了 每次咱想大干一场的时候 结果都会被大干一场 但是咱们行业的散户呢 也是幸福的 资产发行的方式呢 在不断的升级 B2420的爆火 带来了公平的资产分发模式 每一轮牛市呢 都有新技术的出现 都是咱们年轻人 逆天改命的机会 明文和比特币生态 是2024年牛市最亮眼的赛道 我们大家一起认真学习新知识 严格执行投研交易策略 少年加油